今天是2月2日,20101年 我们现在是在明前东路三段106项 这边其实是很有名的自由时代出版社 自由时代杂志社 郑南龙他们跟他的太太 还有他们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 刚好在我对面,三楼地方 这边就是大龙树 我是吴继星,我以前也在这边上班过 但是我们是主张言论自由 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这边访问过 现在看起来像是变比较宽了 数位变比较大了 一下子21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就说一下 很高兴来这边拜访一下 这边是在台北市明前东路三段106项 郑南龙纪念馆 郑南龙在这边照片还看得到 不过我们摄影机,画素小看不清楚 我们今天就坐这边来说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好了 言论自由的东西 言论自由的东西 在台湾现在的话 主要是网路媒体的问题 网路媒体他们到上 我现在是用的是YouTube YouTube还有遇到问题 就是说无线上网 在理论上的电脑 可以不需要挂线 可以自己上网 说十分钟话 然后有YouTube帮你发表 那实际上是YouTube他会控制 有发言 有些东西他不爽的 我还是说 就你讲那些东西他不爽 他会帮你剪掉 不知道是谁帮你剪掉 你比如七分钟 他把你剪成0.01 这是some time 就是说你的言论还是可以被控制的 上网路的问题也是有 台北军公安 这次64亿美金通过 你只要稍微说一下 人家不爽就把你剪掉 我那时候试过好几次 就是这样子 6亿美金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 台湾政客真的是很丢脸 丢脸 这是防不无常 所以说也不行了 但是中国人民共国也很丢脸 对啊 就偏偏要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就用武力解决问题 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样子 用武力解决就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了 那是打架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些事情 言论自由在台湾现在的话 就是基本上是变成说 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嘛 这个是一个假设嘛 就是说他宪法保证这样子 可以可以做 但现在因为有宪法嘛 宪法既然提供保护 但当然其实不接受 你要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在运作 你才可以选举啊 可以选总统啊 才可以选市长啊 这就是陈水扁的问题嘛 阿扁呢 阿扁呢 陈水扁的问题是陈水扁他是学蒋介石嘛 但成功啊 因为台湾是蒋介石开发的系统嘛 当然他成功啊 成功就是没想到被反扑啊 被人家抓起来关了嘛 那你觉得没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喜欢玩这样子 被人家抓了 就是觉得很惋惜啊 走错路子了嘛 当到这么大呢 当到总统呢 你就看这那种 以前当他总编辑 都没想到陈水扁会 当到台湾的总统呢 那总统要被人家抓起来关嘛 就是自己 自己学蒋介石 学个 学的 什么东西都要啊 党政军啊 什么 钱啊 什么东西都要 股票什么东西都要 哪有是玩政治这样玩啊 就这样 那现在民进党比较有起色了嘛 那就要进行五都选举啦 高雄县市跟台南县市 基本上是差不多 民党只要自己不要乱搞 应该会赢嘛 然后台中县市是不知道 台北县市是民党非常不负责任嘛 基本上就叫天王去赢啊 然后其实都没有什么计划嘛 因为民党还要压2012年总统选举嘛 所以就还是政客非常短视嘛 基本上是政客非常短视 可是一个后果就是像这次 对对对 现在世界金融危机嘛 搞全世界大笑话嘛 搞全世界大笑话 后来接大奔盘嘛 搞到现在还没有搞 搞得一点都不好嘛 大家在那边欧巴马上任啊 是不是 第一个黑人总统上任是没办法啊 失业率10%嘛 美国失业率都这么高了 他们台湾是因为跟中国大陆一起混嘛 所以经济上面 当然很多人在大陆讨生活嘛 有一个工作做嘛 在台湾的话 当然可能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好处嘛 所以经济上不至于像美国那么惨啦 所以极限上是这个样子嘛 我今天很高兴来看一看 我刚忘了录音了 我必须要再说一次 我是吴季欣 嗨 正男人你好 我们来这边稍微看一看 就要回家了 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 过几个月可能我们 就要从槟榔路的家里面要搬了 要搬家了 因为房子要卖掉了 所以以前是住槟榔路这边都来这边上班嘛 最近好几年没有来了 来看看 给你在这边看一看 这上市 常事情况是 不太清楚 不是很了解说他们要做什么啦 但是世界问题就是 大概就是环境的问题 Ecoology的问题嘛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控制问题 其实去看一看就知道啦 你这条巷子里面 没有看到一辆电动汽车 没有看到一辆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到底说是不是很贵啊 但大家还是喜欢烧这个 烧这个 烧汽油嘛 烧汽油嘛 没有办法啊 你看一部电动机车都没有 然后 大众媒体算起来在台北市已经算相当进步了嘛 轻易线那么多了 你看汽车也是一样 没有一辆电动汽车 那轻汽车不用说了嘛 不见就是人类就是这个样子啦 像那个 去年那个 小林村 今年台湾一定包整又淹水嘛 夏天时一定又淹大水嘛 这个没有办法 你看这个 冬天的时候 这美国啊 中国大陆 欧洲啊 就下大雪 跟下大雨一样嘛 就气候 就在这边控制上面 就是清潔人员问题 没有放成优先嘛 那比灰弹还要重要 比核子弹还重要的问题嘛 就是这个样子啦 其他的 比较没有什么 太大的事情 我是吴季星 你再照一照我自己 再照一照看看 这样子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在这边拍的嘛 就看一看 今天天气还不错 出太阳了 再见哦 7分34秒